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2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加拿大央行4月12日再次宣布将利率维持在4.5% 同时加拿大通胀逐步放缓 尽管央行未宣布未来的江西计划 但加拿大当前商业银行的按揭利率呈现下调趋势 加拿大房屋贷款及保险公司CMHC指出 2023年度的平均房价不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RateHub.ca的数据显示 当前加拿大最低的5年固定按揭利率为4.29% 3月时为4.59% 最低的5年浮动利率从6.1%回落至5.55% 最低的3年固定利率从4.79%回落至4.34% RateHub.ca联合执行长James表示 这种下降趋势部分原因是 加拿大债券收益应未来减息预期下滑 而债券收益是按揭利率关键决定因素 按揭利率不仅呈下滑趋势 银行和贷款机构应天气和房市升温 也纷纷推出了春季促销 这两种因素相加 导致加拿大商业银行的按揭利率呈现下滑趋势 甚至有华人网友透露 可以在此基础上找贷款经济再得到一些折扣 面对目前的利率下降 买房或者是续按揭的人 则面临着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的两难选择 Cred Wealth Management财富管理公司 认证理财士Jackie表示 好久都没有出现过当前固定利率低于浮动利率 这一反常的情况 这意味着未来利率会下降 他的许多客户都不想要五年利率 觉得短期前景难料 当下要考虑的因素太多 James透露 许多客户选择中方案 如两年或三年的固定利率 这种短期固定利率比五年固定利率微高 但比五年固定利率更加灵活 又比浮动利率便宜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找专业人士仔细讨论后 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 目前 许多市场上的房价下跌幅度已经趋缓 且预计价格会在本季度触底接着开始反弹 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市场已经看到房屋销售和价格回升 CMHC首席经济学家鲍博表示 平均房价已经在2022年3月至今年3月期间下降了约14% 现在趋于平稳 鲍博还表示 今年新屋开工量的下降幅度远超2020年和2022年 房源短缺意味着在销售增长的同时 价格应该开始上涨 这种现象已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出现 鲍博还说 我们预计加拿大的平均房价在2024年会上涨约7.9% 在2025年会涨近7.5% CMHC预计楼市会在2024和2025年反弹 住房开工数量将有所恢复 但预计在加拿大最昂贵且房源有限的住房城市 温哥华和多伦多市场的供应量就会减少 令有关地区的房屋可负担问题更为恶劣 同时 由于借贷利息和楼价依然高涨 相信近期全国各地置业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承担 而租屋负担性也会下降 主要是因为出租房屋数量的需求大于供应 另外今年租房市场依然活跃 更多新移民来到加拿大都会首先考虑租房 暂时不会购买房屋 相信租金暂时不会下跌 大湾本大笔黄家骑警周四发出警告 一名当地老人现住加密货币骗局 被骗了超过750万家元 警方称这是该支队调查过的最大骗局之一 最可惜的是 骗子骗了老人的钱之后 又伪装成了能帮助老人追悔被骗钱的人 二次欺骗老人钱财 这也是有力的提醒人们 骗子已经变得有多么的有说服力 执着和劳烈 虽然警方没有点名骗子是华人 但表示被骗老人与骗子用中文普通话交流 据警方称 诈骗者采用了双管旗下的方法 首先以加密货币诈骗受害者为目标 然后再假装成可以帮助他取回钱款的人 再次回到受害者的身边 在媒体发布会上警官菲利普说 欺诈者经常改变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似乎能够针对该受害者量身定制骗局 特别是使用有关他职业和商业历史的信息 来首先建立信任和友谊 警方说 这些骗子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欺骗这位老人 并让他相信这些是合法的投资 这类型的欺诈通常不会被报告 警方提醒受害者一定要向警方报案 这样警方才能进行调查 并帮助支持受害者 一旦他们被诈骗他们再次受害的风险更高 据介绍这个骗局始于2022年春季 当时骗子联系了受害者 声称要了解有关他个人商业历史的信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诈骗者与受害人建立了信任 经常通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 用普通话聊天 最终诈骗者能够说服受害者 使用在线交易应用程序 通过多次存款向加密货币钱包 投资数百万元 警方表示 通过诈骗者发送给他的应用程序 受害人能够检查他认为是他账户的余额 但是这些应用程序实际上是假的 旨在模仿合法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外观 最终当受害人试图从账户中取款时 发现无法取款 那也是骗子切断通讯的时候 但是骗局到此并没有结束 后来一个用不同的名字的人联系了他 声称他们可以帮助他追回他的钱 诈骗者向他施压并威胁 要他投入更多的资金 才能追回被骗的钱 最终证明这又是一次欺诈 警方表示 对欺诈的调查人在进行中 警方利用这一事件来说明 欺诈活动的频率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警方警告公众要警惕 加密货币诈骗的这些常见迹象 第一 在短时间内获得异常高的投资回报率 二 嫌疑人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 都会给受害者发送信息 对其个人生活感兴趣 三 嫌疑人给受害者提供借口 让他们去银行取钱 四 没有正式的投资合同 或与购买产品相关的信息 不少华人家长移民到加拿大 因为英文不好 和当地出生长大的孩子交流出现了障碍 孩子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汇 来表达英文的意思 而父母也无法顺利的和孩子进行沟通 加拿大华裔企业家高 因此而创立了一款翻译应用软件 Bingo Chat 高的父母30年前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 他从小在家里说中文 他在接受Daily Health采访时表示 如果我和父母争论 吵架或谈论生活 要么是我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汇表达 要么是我的父母无法用英文表达 我数不清在翻译和误解中 失去了多少家庭时刻 他补充说 在一个周末 他突然意识到 可以通过利用最近很火的人工智能技术 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来自然的翻译他和父母之间的对话 他想 有了人工智能的力量 他就可以和父母进行前所未有的顺畅的交流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 高设计并开发了一款实施聊天翻译应用 Bingo Chat应用程序就这样诞生了 高在脸书主页 微妙的亚洲特征上 分享了与妈妈的搞笑对话 他获得了超12000个赞 GAP是Z世代里语中谎言的意思 这款翻译应用能够捕捉语言的微妙之处 比如俗语和成语 高说 这帮助他理解了语言的差异 这种差异以前限制了他与父母的交流 他希望Bingo Chat也能帮助其他人打破语言障碍 Bingo Chat于本月发布 目前下载量已超过1万次 高计划不断更新和提高应用程序的翻译能力 这款翻译软件目前支持15种语言 包括中文、英语、越南语、韩语和日语 高说 按照目前的科技趋势 我认为在未来几年里 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语言障碍的世界 千万不要开车时使用手机 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 BC省应分新驾驶而死亡的人数 在一年内增加了近40% ZTV报道 保险比较公司HelloSafe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BC省在2021年应分新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86人 约占当年全国记录的348人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 2020年则有62人因分新驾驶死亡事件 2021年死亡人数激增了38.7% HelloSafe将分新驾驶定义为 任何将驾驶员的注意力从道路上移开的行为 这种行为会影响驾车者、乘客、行人和其自行车的人 报告中提到一些分新驾驶的不良行为 包括发短信或电子邮件、为GPS、设备定位、观看视频、阅读、化妆以及饮食 该公司表示 很不幸的是分新驾驶自2019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 最新数据显示 BC省29.15%的致命碰撞事故发生在与分新驾驶有关 高于2019年的25.08% HelloSafe无法提供分新驾驶中哪些行为和哪些地点是最致命的 但发言人德苏特说 我们能找到的唯一数据是在60%的分新驾驶碰撞中涉及使用手机 这个统计数据适用于整个加拿大 而不仅仅是BC省 HelloSafe的报告强调 虽然所有省份都制定了惩罚分新驾驶的立法 但BC省的处罚是全国最严厉的 BC省分新的司机面临543元的罚款和4次祭典 再加上一年内若有两次或多次违规 可能会导致3到12个月的驾驶禁令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